會在演藝工作的哪一領域比較多 就是會再出唱片或單曲之類的 或者有可能當你的嘉賓普查之類的 我覺得目前其實我們沒有 就我所知他其實也沒有很明確的規劃 一定要做什麼東西 一定要做什麼東西 但是我覺得我們是有一個 應該算是有一個共識 就是不管是大家小小的舞台 或者是這個表演技能的地方 如果是對大家是有幫助的 我覺得我們都可以不用那麼出現 會在演藝工作的哪一領域比較多 就是會再出唱片或單曲之類的 或者有可能當你的嘉賓普查之類的 我覺得目前其實我們沒有 就我所知他其實也沒有很明確的規劃 一定要做什麼東西 一定要做什麼東西 但是我們有在最近的一次討論的這個工作當中 我覺得其實我們可能接下來也會有各式各樣的舞台 或者是舞台或者是表達 我說的舞台就是可能是 你這樣說話這樣去傳達表現 是應該像嘉賓的這個電視 但是我覺得我們是有一個 應該算是有一個共識 就是不管是大家小小的這個舞台 或者是這個表演技能的地方 如果是對大家是有幫助的 我覺得我們都可以不用那麼出現 最後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其實像 當然這不是舞台 但是這我剛討論的是我們有討論過的一個共識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身份可能 除了工作人物以外 我們也是爸爸媽媽 可能有一些我們能夠發揮的 能夠像我身份的阿家 也就是身為婦女 我可能對這個議題就是也 我沒有想到我會這麼的感觸 可是我就可以 因為我有這個感觸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們是怎麼樣在家裡面 然後我也可以號召大家 更多來加福幫助我們這個這個 這個舞台 對大家有有有幫助的說話 那我跟Kini有討論過 就是我們可以 可以選不屈大小的 只要是可以去大小幫助都可以 但其實平時我們已經有用這個 邏輯在維持我們做的事情 因為像 他其實有好幾次 他已經大概有三四次 有跟我講說 還是要不要做他現在這個水路平台 然後他覺得很累 然後另外如同我說 其實會變成是我們兩個人的時間 都變得很少 然後壓力就倍增 因為父母心都沒有時間的時候 就很大壓力 可是我 因為我自己在觀察他的這個行為 行為 觀察他經營這個平台 神奇 他選東西 他就是很 很堅持 他有自己的一個堅持 他覺得如果東西他真的很好 那他就會去談 或者去開發新的 可能別的社團沒賣過 或什麼 當然 當然有一些可能也是 這種社團就有在賣 可是他 第一個他是選好東西 然後 而且在社團裡面買 又比在外面買更便宜的 所以我就說 可是我覺得 你選東西 你很用心的話 那是真的看到這些東西 他買 要想買 他就可以買到更便宜 可是我感覺 這個社團好像 像當然他經營那個社團 他也會有收入 可是 對那些消費者來說 好像真的不錯 因為第一個選項很好 然後才就是買到 原本更便宜 所以我就說 我覺得你應該要 因為這個原因 繼續做 因為覺得 是對 人有幫助的 所以 我們其實 在工作上 已經有 用這個方向 用這個 理念 在選擇方向 或是要做什麼事情 我真的有一次 我當時真的是有點 失控 就是我很大聲的吼 但我吼完之後呢 我發現孩子真的 出現了 類似 那個愛的感覺有點被 呃 驕食 對 瞬間那個愛的感覺 可能不見 就孩子們會 會哭 然後就是會 他可能因為孩子已經在鬧 可是他便沒有因此 怎麼樣 所以後來 其實我也有做了 很深刻的彈性 當然我跟我太太 我們也有討論這件事情 而且 我必須說 我這個好好像是 我 我沒 我早就知道說 我們要誰控制點心 我們不要心裡生氣 可是我那一次 我還是好出來 所以 其實我覺得 要如何教這孩子呢 如何 我覺得 可能我們說話 我們的行為 都是要 可能 人讓整個家庭感受到這個愛 但是愛真的是 是要花一輩子的時間去學習 那我覺得父母親 真的可能偶爾會犯錯 但是沒有人是玩人 但重點是 我們知道這個愛是最重要的 對 所以 因此我們也 站起來 我們可以反省 我們可以繼續學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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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